徐晏地外交工服务长 还有我们经常的新闻旅游村水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娘家人 我们段大小人 几年期日出行家务的活动 也包括我们徐晏地住上海 在中文市 我们夫郎先生 他做料打工业的 还有我们从上海之间飞到 这个部长辈子 我今天很高兴 因为本来都是有个稿子 既然是通神发育 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稿子 我就随便讲啊 也考验一下我们通神发育的水平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去年是九个份来的 部长辈子 我们一个团队还是做别人的航班 来到这里 那么今天来了 今天来 我们是做自己的 2017年开始 我们双方之间 连接两个领导人 打出这个故事 我们双方谈什么时候开放 那2018年 我们的董事长 又这位阶层 和我们外交部长 这个 学历的外交部长 商谈活 商谈活 争取在 2019年 6月6号 没有特殊情况 也就在这个基础上 我和我的团队 去年的 2018年的 九个月份 来到我们 美丽的 确定 确定 双方为 今天 开放 做了一些建立的基础 那么今天 应该是实现的 当然 这 得益于我们双方 两国的领导人 对 两国人民 政策 政策 特别是 今天 这两国建立的 确实说明 能够在这个时候 开放 说明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 非常好 说明了 我们两国人民友谊 非常好 也说明了 两国 两国的经济 实力 做股子在强大 也更说明了 我们两国的文化 越远越强 所以 作为中部东航航空 旗下 包括上海航空 能够 在今天这个时候 飞往 由普通 上海普通 到 我们美丽的 薛阳林 不大配置 架起 这么一个空洞桥梁 这也是值得 我们东航 骄傲 好如要的 也同样 也是值得 我们上海 高兴 更说明了 我们美丽的 这有多多个民族 中国东方上海 有一个上海 东方民族 那两个民族 那就是 株连碧核 我相信 随着 我们两国人民友谊 随着两国人经济的发展 这一条航线 今后 会越来越飞 越来越飞得好 越来越飞得厚密集 两个人民友谊 也会越来越加强 我也既是机会 想给各位报告 正如刚才断价石 以及为我们东航 从政府 从他很政府 外交万人这个角度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 不错 我们东航 七百多家分析 每年分析 两百五十万小时 每年运送旅客 一点二十四 飞往一百七十多的国家 目的地 是国际十大航空公司之一 当然也是我们中国 三大航空公司之一 最大的之一 总部在上海 所以我们有信息 有能力 不光是飞 我们徐亚历 武达佩斯 还有我们欧洲的十一个其他点 都会一天一天飞往 也欢迎我们徐亚历 人民 希望你们 经常到 下落到上海 到中国来 看一看 看看中国的变化 看看上海的变化 也看看我们东航 航空服务的变化 在这儿再次谢谢大家 我就在这儿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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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